大家在主里平安干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是星期三十月十九号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昨天十八号看到的异象 那昨天收到二十多将近三十个异象 那当中就是要连接到十七号的才有得到答案 所以大家我们要记得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 那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见面 就是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心存意 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我们准备上帝 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就好像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那个主把它捡起来 就是一个小绵羊 又像百兔耳朵长长的 然后抬起头来 脸像绵羊 那耳朵就是要听了 那绵羊是跟着主的 是爱主的 主也爱他 那他的头是抬起来 就是盼望要到了 等候主耶稣救恩就要到了 好 那今天呢 其实我好像是早上早早 半夜过后我就先给大家 这个是生命 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是从装备生命的 就是讲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 那我们再回去读一下启示录 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 好 那这是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 借着我看见就是使徒越汉 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以前 好我忘记了 谢谢Kelvin 弟兄每天把信息英语华语的 都Upload在YouTube里头 而且我们的YouTube叫做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就是尽量介绍给别人 而且也放在你们自己的channel 好 那接着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以前的天地都消失了 海洋也不服债了 我又看见圣诚新的耶路撒人 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来了 预备好了 早上装饰整齐等候新娘 新郎的新娘 早上我们这些等候着神来接我们回 其实早上有看到一个意象 就是一直等到主来 这是我看到的意象 一直等到主来 所以也是配合现在读的经文 而且现在读的经文 也是神跟我们讲 为什么现在到了世界的末了 跟我们讲一些证据 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第三节 我听见还有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事情 好像别人还没有讲 我就知道 因为当我听一些新闻的时候 神就给我聪明智慧 就给我知道说将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就会跟我讲 所以我才会知道 所以我这些时候不久不久有说到这些信息 就是配合我之前神跟我讲的话 我就给大家听 有没有 那今天也有一些 好 我们继续 第三节 我听见从宝座中闯来响亮的声音 一个宝座上响亮的声音说 看啊 上帝的居所呢 设立在人间 就是新天新地那一端 也就是我们进去的新的耶路撒人 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 不是这个人间 是在一个新的新天新地 第二个地球 第二个天空 他要与人同住 上帝要我们同住 他们要成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 被提侦 已经在另外一端是圣徒的 好像David Wilkinson Billy Grant这家 就要成为他的子民 当然很多信徒 像我们的家人 他们已经在新天新地了 但是大概很难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进入新的耶路撒人 是有特别拣选的 所以当时我们到另外一端 进入新的耶路撒人的话 我们还可以出来 我们可以进进处处 跟我们家里的人联络 跟去拜访他们 去看他们 都可以 非常的自由 OK 那这些人呢 好像Billy Grant David Wilkinson 好像我们这些要回家的 就成为三地的子民 三地要亲自与他们同住 当然在新天新地的那些圣徒 当然他们也会看到三地吧 或者是这些都会了 但是住在新的耶路撒人 就特别的一大群人 那这些圣徒就作为 做上帝说作为他们的上帝 第四节 上帝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泽 再也没有死亡 再也没有忧伤 再也没有哭泣 再也没有痛苦 其实我有一个意象是看到 然后中间有一个字 抓不到 然后后面有一个哭 就是这个哭 哭泣的哭 所以呢 讲来讲去就是配合神 跟我们 给我们的信息 每一天我给大家的video 是从神而来的 是有祷告 是有从神求神神 今天你要我分享哪一个video 谁在讲的 这些我都会问的 那神就给我聪明智慧 有没有 所以呢 再也没有痛苦啦 因为以前的事都成为过去啦 那第五节呢 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上帝 就对我说 看啊 我已经将一切都更新啦 你要将这一切记律下来 就好像我上一次去新天新地一样 我上帝将很多都给我看到 所以我也要记律下来 就是放在YouTube里头 大家可以回去去参考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我看到都放下去 因为有一些真的不明白 尤其那个昆虫啊 还有一些逃难这些事啊 所以我就没有放下去啊 好像看到这个受系统做的这些 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那个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写 所以也没有放下去啊 就是放那些在新天新地比较简单的 我才放下去 太复杂的 我真的啊 怎样讲 讲了 大家都不明白 我也不那么明白了 怎么办 就啊 还没有到时候吧 没有放下去 不一定 啊 我想 那只不过是 讲了 很怕大家复杂啊 好 我们继续 因为这些话呢 是真实可靠的 那第六节 他就是上帝 又对约翰说 一切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额媒间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我要将生命存 生命存 Spring of living water OK 生命存的水 白白的试给口咳的人 好像我们每一天 有没有口咳 也要听到神的信息 要听到神的话 有没有 那第七节 得胜的人呢 必承受这一切的福分 OK 承受这一切的福分 就是远远其事 昨天有跟大家讲了 就是听到声音说 永远了 我要做他的上帝 他要做我的儿子 当然这边儿子也包括女的了 OK 那就读到这边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就解释一下 我也先给大家 这些录音是什么呢 这是True News里面 你可以去听一下 是昨天 不是 昨天18号 对对对对 我今天要关闪的 也是昨天18号 看到的一项 18号 True News里头 跟大家 证据 这些都是证据 跟大家 分享到 就是世界发生的事情 那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就录了给大家听 会听英语的就得福了 不会听的不要紧 你就相信我跟你讲 好 那讲到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录音 就是讲到百俄罗斯 大家知道 百俄罗斯就是俄罗斯的邻居 他们就是 就是弟兄 然后呢 他里头的 好像CIA CID这些 里头的 叫做什么 就是 情报局 情报局 说西方呢 现在在攻击这些年轻人 就是百俄罗斯 俄罗斯的年轻人 跟着他们 从一个传统的基督徒的生活 一个传统基督徒的Value价值 要他们这些年轻人 跟着西方的价值 就是西方的价值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西方的价值呢 就是西方的传统 什么传统呢 传统习惯是什么 就是同性恋 就是改性 就是吸毒 这些 那其他的大家都知道 还有多胎 还有什么 就是 还有些什么 不孝顺啊 这些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一个就讲到 这个战争呢 就是 这个北约已经准备很多年了 好 我也给大家一个video听 好不好 那是Reducted 那如果你觉得 Lily我都相信你 我没有兴趣 我也听 很难去听这种 那无所谓 就不用去听了 如果你要懂多一点 要知道多一点 那你就去听 你就知道 真的我们到了末了 就末了了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来 借新娘 要借小孩子 baby们回 那讲到这边 其实另外一个video 也是讲到 西方很多宣言 很多谎言 OK 都是这个 黄阙 黄阳 黄阳就是propaganda 都是谎言 他们好像 很多都是 讲骗话的 骗人的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他其实也讲到 北约在去年 他们很激烈的 军演 军演就是在 俄罗斯的周围 就在俄罗斯的周围 那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 是去年的11月 就说 他们呢 要准备好 打俄罗斯 所以呢 其实 Zelensky在 好像是几年前 2017 没有 我忘记是2019年吧 还是什么 他刚刚上台不久吧 好像是去年 还是什么 他已经讲了 他要叫西方 给他这个核武器 他要去打俄罗斯 先把他打 打掉先 因为他们背后 都已经准备要打俄罗斯 所以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2014年 他们就 北约就开始训练 这个乌克兰的军兵 还有进入很多很多的武器 那时候的乌克兰的总统 就叫普罗逊口 都已经在准备了 所以在利用乌克兰 利用到现在 我知道普罗逊口的时候 那个现在的周伯林 他去乌克兰的时候 他给他钱 给那个政府给了多少 60亿 6 billion 还讲得很大声 所以武器什么都进去 当然要利用乌克兰 用他的土地做那些什么 研究病毒 这是一大堆 这些病毒非常 我只是讲 这个病毒最初 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从缅甸那边 收到这个病毒 然后美国的科学家 就拿来 当然他们也可能 在乌克兰那边放了 然后再研究 他要放出不小心 放出去了 所以呢 大家 你要知道 中国那时候 在2019年的时候 9月还是10月 他们在中国 有一个军兵们 他们比赛赛跑这些 那当然乌克兰 又过去了 美国又出去 这些 很多大概就带了病毒进去了 OK 就讲到这边 那我不要多讲 因为这些不可以讲的 OK 因为我们现在 要放在YouTube里头 很多他阻止我们 虽然说 他是民主国家 没有民主了 大家不要太天真了 好不好 OK 没有来到西方生活的 你们是有福分的 真的你们有福分 留在马来西亚 留在中国 你不知道西方 你的后一代 在这边留下来的话 如果没有背体 我跟你讲 你的子女是没有希望的 不一定是改姓 是同性恋 还有各种各样的毒品 这些都是非常普遍 而且政府必着人民 要去介绍他们 当作这是自然 而且你的家庭 有父母亲 对不对 你现在不是说 你的爸爸妈妈是谁 是谁 你第一个家长是谁 第二个家长是谁 OK 因为他不要分成男女 OK 所以不男不女的家庭 全部的家庭都是不男不女 OK 讲到这边 加拿大也一样 美国也一样 好不好 好 欧洲也是一样 所以这是西方的文化 那我们讲到哪里 就是讲说 他们是来攻击谁 北约是要攻击谁 就是要攻击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不跟着 他们西方的文化 我已经讲过了 法国的总统讲过了 为什么要打俄罗斯 已经讲了 那今天呢 北约是超过30个国家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俄罗斯在跟几个国家打仗 20个国家 30个国家里面 差不多20个国家 都有供应武器训练 军官过去训练他们 这些乌克兰的军兵 还有全一直进去 最先进的武器进去 OK 坦克这些都进去 大家要想清楚一下 这个战争是基督 是一个基督教的战争 跟一个魔鬼的战争 歧视给属灵上的战争 有没有 所以之前呢 我不是看到 主耶稣跟这个兽 跟兽在打仗 第一次呢 是蛇 蛇跟老鹰在打仗 后来狮子跟一只兽在打仗 就是兽系统 大家 有没有 就是兽系统 OK 不要再睡觉了 然后呢 我昨天也给大家知道吧 有没有 就是讲到这个欧总统 有没有 他背后一直在做工的 一直在做 他现在要兴起 另外一个就是副总统 他副总统是你的 也就是在我意象当中看到的 这个意象是这样 在我去信天心地的时候 我就看到 突然间看到这个欧总统在我前面 然后啊 后面那边有他的老婆 那欧总统就不见了 他老婆那边就一直看到很多 很多女的 就像这个副总统 还有其他 大多数都是黑人 也有点 也不是说真正的黑了 就是不摆就是了 所以然后又再看到 这个欧总统在我前面 跟你讲 神曾经给我看到他 然后把他的心打开 给我看到他的心是黑色的 非常的黑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会改 也希望他有一天 OK 能够跪在主耶稣面前 得着救恩 他也是被魔鬼利用 好不好 所以大家 当然我们 他所作所为 他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 可怜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要可怜是他的灵魂 OK 他的灵魂 希望他的灵魂得救 希望他的老婆的灵魂得救 希望他女儿的灵魂得救 希望他的一起同工的灵魂得救 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军兵都灵命得救 OK 那讲到这边 就是讲到现在 俄罗斯是在跟20个国家 最少20个国家在打仗 为什么 不是俄罗斯要去打吗 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 要打俄罗斯了 所以 现在是俄罗斯跟20个国家 别的国家帮不了 印度帮不了 中国帮不了 伊朗帮不了 北约帮不了 很多国家不能够动 为什么 你们就帮助俄罗斯 那个邪恶的西方国家 就把你制裁了 制裁又制裁 制裁又制裁 所以呢 俄罗斯靠谁 靠上帝 靠上帝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 经过攻击的时候 经过逼迫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靠上帝 别人帮不了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又在要大大的攻击俄罗斯 所以上帝与这些俄罗斯军兵们同在 这些邪恶的受系统一定被神打败 感谢赞美主 好 那要为基督祷告 其实这个西方都已经被魔鬼利用了 大家都知道 好 接下来我也给大家一些图片 之前已经给大家看过 再提醒大家 那就是 普听说 你看到这些西方文化 他们所作所为 你就知道他们是哪一种人 因为主耶稣说过 一个人的 真正的 真正的一个人 就是看他解出来的果子 所以呢 你看真的page 有一个就是圣灵 看到圣灵在那边 然后呢 我一直问是谁 是谁 因为不像主耶稣 不像阿爸父 圣灵说他是他 就是爱 就是什么 结 多结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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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讲到这边 这个电话 那接下来 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还没有讲 好 就到这边 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 阿们 那另外一个video 大家有看没有看 无所谓 但是有兴趣的人就看 就是讲西方的虚假 还有 Zelensky的虚伪 虚假 那就你就不懂的英语 也可以看看图片一下 你如果会懂的英语 那就好 就会懂的了 但是是无所谓 有听没有听 无所谓 最重要是每一天神给我们的信息 每一个意向有听 最重要 还有圣经里头 刚才比如说讲到启示录 OK 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 还有神要我们知道 现在为什么是世界的末了 因为就好像 把俄罗斯 把俄罗斯的 这个什么情报局 也跟大家讲 他们不能够容忍 这个基督教被堕走 基督教 传统的基督教 被这些西方的文化 就是他们拜魔鬼了 把他 把上帝的权柄 怎样讲 基督徒的生活 把他拿到 不可以 OK 那俄罗斯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孙子 他早上 应该是早上还是 早上吧 他中午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妈讲说 他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呢 就是看到这个fire alarm 就是那个什么 fire alarm叫什么 大家都知道alarm了 在想啊 想啊 想啊 然后就有一个 地震啊 因为有地震 所以家里的alar alarm都响啊 所以这个地震呢 就是跟大家警惕大家啊 就算你的屋子有多大 有多漂亮 就算你的财产有多少 要记得 OK 都很危险啊 那还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小孩 他现在十几岁啊 那时候也是七八岁的时候 在我们的团体里头 他华人 他讲说 他也是做梦一个大地震 然后他被掉进那个地震 然后不是他地裂开 他就在里面 然后有两个天使来借他 带他上去 所以大家 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那讲到这边 请看 Junner Page 我就快快地讲过 今天还是很迟 那我希望说 我能够 因为我的眼睛 现在只靠一边眼睛 一直很累 一直坐下来 眼睛 那个灯光 又非常对我眼睛 非常不利 OK 所以一直在挣扎 我只能够做一点点 一点点 而且 就是说不能够快 不只是这样 我的眼睛是 不只是累 而且是有感觉 就是说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所以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 要记得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一点点痛苦 无所谓的 有多多 为我祷告 也为大家 每一个人祷告 为世界祷告 好不好 那接下来 请看Junner Page 在那个右边那边 我就不这样了 那就提醒大家 做一点功课 温习一下 那第一那边 是在左边那边 OK 我就跟大家分享 上面 三个意想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就是看到我的电话 然后 WhatsApp的一个link 它的名字叫做 Traditional 那Traditional 就是传统的 传统的 我不知道我上面 有没有写 就是讲那个 把俄罗斯的 就是说西方 要把他们传统的 基督教的教育 家庭的价值 要把它改变成 拜魔鬼的那一种 所以他们受不了 不能够这样 而且他们也是要把俄罗斯 把俄罗斯打倒 但是神就一定不允许的 一定要打败这些兽系统 然后讲到这边 所以看到 Traditional 就是传统的 所以也就是讲到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些video 有true news 讲的话 然后你在中间 我画了一个 一颗星星 也是我看到的一颗星星 它有 每个角都有一个 金色的圆圈 金色的圆圈 这时我想到 以色列的9月5号 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然后之前也有看到 一个这个星星 是在里面 然后外面又有四颗 四颗的圆圈 有没有 那就是西方是四号 东方是五号 回家 OK 那还有一个 星星的意思是什么 星星的意思就是 使这个真理真道 大家看得清楚 使人看得清楚 真理真道 所以就是 其 星星在圣经里头 是用来 其 其什么 其地 其地真理 其地真理 就是enlighten enlighten truth 这个真理就从神而来 因为整个世界 真理就变成黑暗 他们看不清楚了 所以神要 这样讲 这个背题 就是要使世界的人 知道说 主是看着他们 主是真的 主耶稣是真的 还有 就是enlighten truth 就是好像 我跟大家分享 俄罗斯 把俄罗斯 他们所受的痛苦 尤其是俄罗斯 真的太多痛苦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真的太痛苦 而且 这十几年来 真的受的太多痛苦了 普天能够到今天 还是总统 都是神犯 他作为总统 真的 他所受的苦 不是你我 讲得了的 好 那讲到 这边 所以信心 就是使这些事情 神说要跟大家 讲明白 讲清楚 OK 为什么 大家要记得 为俄罗斯祷告 现在也包括 把俄罗斯 因为他们就是要攻 他们现在在攻击 基督教 基督徒 好不好 所以神要大家知道 所以叫我就放下去了 然后接下来 就好像看到 圣灵不是 没有胡须 OK 所以也不是阿爸父 也不是九耶稣 什么帅的 他坐在那个 他的office那边 他的桌子那边 看着我 他背后都是书 然后前面就写了 四个字 就是多结果汁 然后我一直问神 神一直跟我讲说 圣灵一直讲说 是圣灵 是圣灵 OK 说讲到多结果汁 多结果汁 圣灵的果汁 那明天下一个 我们再回去 圣灵的果汁 好不好 那接下来 我是17号那一天 前天听到声音说 是真的听到人的声音 讲说 韩国评价 我一直很深 什么是韩国评价 我都没有不知道意思 所以没有分享 那昨天 我又看到 有好像底端很亮光的 然后写着字 是有点灰色的 写着什么 not necessary 什么not necessary 神 什么是不必要的 我文字写华语写下来 not necessary 就是不必要 不必要的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什么不必要呢 对不对 然后一直问神 一直问 一直问 然后他早上就跟我讲 什么是不必要 什么不必要 就是韩国评价 什么韩国评价 大家知道 北韩在准备这个核武器 有没有 不就不就 飞一只 这个 米扫过去 不就不就 就是北韩 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痛苦 之前北韩也是基督教的国家 就是被西方变成这样 今天 好像是人都把他忘记了 但是很感恩 还有中国 还有俄罗斯 记得他 有没有 所以 被提之后 我相信 北韩一定 可以讲说 在基督教 大大的事情 在北韩 在伊朗 在斯利亚 在伊拉克 各个国家 兴起 在中国大大的兴起 有没有 那人家看的是谁 是不是看西方的文化 没有 他们是看俄罗斯 俄罗斯讲过 我们不要西方文化 OK 那讲到这边 当然那时候 美国人这些 有很多也会改了 有没有 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 还有很多人 这些做领袖的 他们偏偏就是不改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们就是上帝了 因为他认为 他拜的就是上帝 而且他们也是 上帝教上 很多人拜佛的 认为他 最后他们也变成佛了 好 讲到这边 所以意思是讲 就是核子战争 核子战 是不必要的 这是说不必要的 神会停止 不会有核子大战了 不必要的 不必要 所以当我偶尔 就会听到 这个春日讲到核战争 我就觉得 我也听到很烦 因为我知道 上帝不会让它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有祷告 那记得 如果你今天 没有核子打上了 我可以留下来 要记得有地震 要记得 每个地都会下去 地狱里面 要记得 要有饥荒 要记得 各种各样的天灾地乱也来了 你要留下来 这是你的选择 当然 我相信 大家这一大群人 都是聪明的人 没有人要留下来 我们在另外一趟 我们吃得好 喝得好 我们游网得好 我们会跟上帝在一起 多开心 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认为说 去老天堂 你一直读着圣经 一直读着圣经 你也一直 没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初神给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怎样的 当时时时刻刻都能够看到上帝 有没有 好 讲到这边 我就跟一个女的 她穿着 哎呀 浅 浅 浅浅粉红色 很浅的粉红色 我现在记 很浅的粉红色 然后她在一个桥的上面 就好像一个指甲的上面 指甲 有没有 昨天讲到指甲 指甲的上面 就是说已经在顶端了 已经在顶端了 然后 如果在顶端 就是 OK 已经在顶端 就是高峰的意思 那接下来是一个 下面一个 有一个方格 写着里面写着4 然后一个Store2 3 4就是西方回家 4号 然后呢 2 3也就是星期一 星期三 或者是天国 回去天国是星期一 星期二 对不起啊 星期一 星期二 好 接下来看到80 然后又86 下面下面没有看得清楚 80 昨天讲 然后80 就是今天 我们还剩下40天 已经走过80了 那走到86的时候 应该是24号 OK 我们之前有看到 预伤24 对不对 看神有什么特别的 启示给我们24号 OK 24或者是25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种 heavy duty的剪刀 就人家做铁工的那一种 做 他们要很硬的那一种剪刀 有没有 就是剪下去剪铁的那一种 所以有一个白色的一条 一条东西 那这个是从来没有打断过的 所以神要把它割掉 割掉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到灵界 灵界又出去另外一段了 就是这个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包装 然后呢 主的已经剪 看着他剪 剪三分之一 我们今天只剩下40天 就是只剩下三分之一的120天 好 接下来是看到XL L是在上点的单位 然后X12点的单位 OK 对不起 画的有点不像 应该是 或者是底端 底端好像 好像应该 就是底端L L是什么意思呢 L就是离开了 6点对不起 6点 是6点的单位 就是6点 就是华人的11月6号走的 然后呢 X是什么 X就是门光了 门光了 12就是完了门光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 背体的门就在我前面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 真的是第一次 之前有 到新电视地之前 有看到金色的门 很近很近 但是这个跟那个门 有一点不一样 OK 那就是背体的门 开始实现了 那之后 我相信会越来越大 就是越来越近我了 大家 你们都有 背体的每一个人都有 你们 我相信 你们如果你是真心的话 你有追求的话 很有可能 你也会看到 那接下来是 这个门不见得 就看到前面一道光 很亮的 就闪了一下 那就是神说 那就是 就是这个门 你回家的门 OK 那接下来是看到 女的 女的 她是好像滑着黑头发这样 然后瘦瘦的 她穿着 Singlet 就是没有袖的 好像一个内衣这样 没有袖的 男人穿的内衣 Singlet 然后 她 有长窗 就长库 她好像开始走了 开始走了 但是 她那时候 看到的 不是很大 所以 意思是 要一阵子 就要开始走了 然后 在 好像 Journal Page 最后一个方格 写着说 可 就是 11月 我们这个Journal Page 有到11 所以 11月 可以走了 OK 那接下来 神再画一个 圆圈 在两点的单位 就好像 有一个C 就好像有一个C 叫C 就好像Cuff Cuff 就是救恩 2 也就是回家 回家了 如果你看时间 是12点17分 12加17 就是29 也是东方 回家的一天 好 接下来 是看到 有两条 两话 然后上面 有一个WED 下面有WED 比较深 深黑色 那 大家知道 WED 可以代表 星期三 WED 也是代表 婚宴 结婚 结婚 OK 那这边有两个 到底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呢 OK 我们昨天讲了 回到新天新地的 第一天 大家第一天 在哪一边挂过 是星期三 也就是 三十号 11月三十号 那是不是 再过一个星期 就是 看着 新的耶路撒冷 从天上降下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因为 刚才我们读过 圣经了 新的耶路撒冷 从天上降到 这个 新天新地 OK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要参加 这个婚宴 是不是 一个星期之后 在另外一端的 一个星期之后 也就是八 第八天 OK 或者是 当天 没有可能当天 因为没有这么 就是说 很多东西 我们还没有习惯 到另外一端 对不对 圣灵给我听听了 所以大家 神都跟我们讲到 以后的计划是什么了 你难道还在做梦吗 不会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 继续努力 向前跑 一直到主到来 感谢赵妹祖 阿们 感谢赵妹祖